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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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晚上好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的排層系統 這次排層系統其實蠻簡單的 其實蠻螢幕的也蠻容易了解的 首先我現在已經進入到排層的狀態了 大家可以點選排層這邊 然後去選擇你要的排層位置 例如說我現在正在排旗 所以假設這個狀況我要解印章 那我就可以陸陸續續的 我只可以針對齊岩雅丁肯特 這樣慢慢陸陸續的排下去 然後並按開始排層 他就會自動開始跑這些地圖的印章點 那接下來介紹一些內容 就是除了解印章之外呢 你也可以選擇你要的野外地區 那或者是世界地間也可以 那其實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像是如果說我要選擇 像是他本身順過去的地點 是要用鑽石的 他就會只用鑽石飛 是沒有辦法用走路過去的 這個是他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不能用走的 像有些一層的東西 比較好到的地方 都必須要用順的 那在下一個的部分呢 像是奧塔 奧塔這種 他必須要有道具 就是要你有順捲 以及移動捲 才可以飛過去 那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有些設定必須要注意啦 像是自動整頓 今天早上有出現Bug 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目前已經修好了 那如果說你還沒 還沒辦法使用的話 記得重燈讓他去更新 就可以做使用自動整頓的功能 那目前自動整頓功能 是已經回復正常了啦 你可以選擇自動整頓 可以回復倉庫啊 鐵匠熔解啊 或是道具啊 或是捲軸商店啊 那有個設定就是死掉的時候 是繼續維護海城啊 就代表說是 如果說你被殺了 然後你這個開按的時候 你結果他就會自動回去了 而且是不會去 赫止說 我可以延長多久這樣子 所以你可能就是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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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其實正常來說 其實就剛OFF就好了啦 再來便利的系統的部分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 到達地間的時候 使用註券 就是使用一張順捲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像 我飛到像是這種地間的地方 他飛到的時候 他會自動按一張順捲 去隨機的run到 其中一個位置 就是不會像 我們一般世界地圖一樣 我如果說 我用排程進入的話 他會全部集中在 集中在傳送點上面 所以其實 在排程上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說 大家都設定這種野外的順捲 的話 就變成大家都會集中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一個小缺點 那另外一個 目前我已經知道了一些 小小的Bug就是 如果說 我在做排程的狀態下 我飛到一個地方 他沒有接到印章點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了發呆狀態 就以這邊為例 我飛到舊村磚這邊 如果說我順下來的當下 他沒有解到這個印章的話 他就會變成自動在那邊發呆 你看就像這樣子 他就會變在那邊移動 因為我在解這個殭屍的任務 如果說要怎麼解決這個狀況呢 就只能是先接 先接好所有的印章任務 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先全部接好 然後再開始進入到排程的狀態 那既然就問一些大家比較常問到的問題 就是像是排程一個小時 是不是真的要解到一個小時呢 事實上這個是不用的 就是奇岩村廣場這個 只要一解完之後 他就會自動進入到下一個排程 然後持續的把它全部解完 所以其實完全不用擔心說 我可能奇岩村磚解完了 我是不是會完全沒有辦法移動 但這點是不會出現的 目前我有問過我的盟友 就是目前測下來有什麼狀況 那其實目前測下來 硬張點的話是 歐瑞跟海銀是都可以順暢的跑完 那其他的奇岩 雅令村村都會出現一些小小的Bug 那這點的Bug應該會陸陸續續的話 回報給NC 應該是會慢慢的把它修好 這次的排程系統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這個可以回存的方式 就是這個固批要開ON 如果說藥水用完了 他要開ON 他才會自動回復村章 那回復村章的時候 就可以用功能進行自動整頓 就會回復了 然後回復完之後 就會再進入到你的排程當中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排程系統 那目前這個排程系統 我沒有用過手手 但一定沒有比手手好用 畢竟這個就是很陽春的內掛系統 那就是將就著用吧 記住齁 就是如果說你是一般玩家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5個小時 並設定5個排程 那如果說你是通行證玩家的話 你可以設定10個小時 並且可以設定10個排程 所以這個是一般玩家跟通行證玩家 有差別跟差異吧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排程介紹 那如果說對這個影片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喔 還沒訂閱的朋友 再幫我點個訂閱 感謝各位啦 各位掰掰 掰掰 当然 同一個字幕之間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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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這個按鍵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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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